作者Jacky McMarlan,ESPN传导人凯瑞奥文表示,他兼讯凯尔特园门在机场四胜之系列赛击到勇士,谈及未来合同事宜,奥文反问,谁不想在这里打球? 唐斯逼宫森林郎,我无法与巴特勒共存欧文坚信能击败勇士欧文,2015年总决赛时曾遭遇膝盖受伤接受手术,上赛季加蒙凯尔特园后,欧文的膝盖开始出现小问题,今年3月份他不得不再次接受手术,修赛期他一直在养伤,恢复,现在我的移动完全不同,欧文说道,我一直在练力量,提高警觉, 刚明白我的身体每天需要什么,我拿出整个夏天努力,但左腿的力量赶上右腿,现在已经做到了,欧文透露,他已经准备好在毫不受限制,的前提下上场打球, 据他透露之前他曾在西雅图跟贾玛尔克劳福德、扎克拉网打球,他还在巴哈马同杰森塔图姆、凯文杜兰特打过比赛,再加上最近几周在凯尔特人训练馆跟队友们都合练, 他的膝盖已经通过了测试,我们的训练赛在另一个层次上,欧文说,我的意思是另一个层次,你无法相信我们在训练中做了什么,我们已经迫不及待迎来新赛季, 现在当我攻击篮筐,我能保持力量、运动能力,所以当我杀到篮下,我拥有全部选项,毫无限制,我可以找自己的投篮点,感觉人比之前更好,上赛季凯文特人,在伤兵满赢的情况下扔杀入东部决赛,他们拼到弹剑两决,最终三道四富于其是无人总决赛,当被问及如果新赛季, 他们没有夺冠是否会感到失望时,欧文反问,我们能在七场四胜制系列赛击败勇士吗?是的,我曾连续三年在总决赛对阵勇士,其中有两次我参加了,我见证了他们的进化,我了解他们的天赋,然后他们今年休萨期,又得到了德马扩斯考心思,但是,我曾近距离跟他们交过手,我跟他们打过很多次, 在骑士,我们曾跟他们打满过一个系列赛,所以我知道要击败他们是要做什么,在接下来的六个月,我们必须快速成长,这样才能在七场四胜制系列赛击败他们,因为他们太强大了,他们现在实力超强,之前欧文拒绝了凯尔特人开出的提前许约合同,他一直没承诺留在凯尔特人, 关于他可能离队的留言一直都有,但欧文表示,谁会不愿意成为日之球队的一部分,谁会不愿意跟杰伦布朗,塔图姆,霍福德,海沃的合作,人们一直问为何我不对凯尔特人做出承诺,这里面有财政因素,如果欧文提前续约,他能拿到四年1.1亿美元的合同, 但如果欧文等到明年续约,他能拿到五年1.9亿美元的合同,这之间的差额太大,任何球员恐怕,都会等到明年再续约,现在凯尔特人有冲冠的希望,欧文不希望其他事情令他和球队分心,他说道,除非你是勇士队,否则你真正有机会去成为冠军之时就那么几年,同向伟大,夺冠,这是我在乎的全部, 其他一切都无所谓,从一达到五